花蓮市与日本宇纳国挺缔结姐妹是40年了 为了庆祝这个特别的日子 花蓮市公所10月将在中流公园设置纪念碑 27号市长魏嘉贤透过视讯交流会议分享这个好消息 期盼疫情稳定国境开放后 邀请庭长率团到花蓮共同主持节拍仪式 花蓮市与日本宇纳国挺缔结姐妹是40年 为庆祝这个特别的日子 27日花蓮市长魏嘉贤邀请云纳国挺亭长秘书建一等人 透过视讯交流会议 期盼待疫情趋缓国境开放后 10月一起来到花蓮主持中流公园纪念碑的接牌仪式 等待疫情趋缓边境解禁 希望再透过不同方式实际交流 我也今后持续的全新全力与日本政府沟通 期盼之后也怀疑是深化的交流 云纳国挺是日本的离岛也是台湾的离岛 与台湾的距离只有111公里 疫情影响透过视讯加深彼此认识 期盼未来在文化教育与观光等能在互相交流延伸两世友谊 中文有句话说流水不因时而煮 同流不因远而疏 我们台语也有句话说 虽然是我自己发明的 那最大久头会弄 真正应远不算 花蓮市和云纳国丁 过去40年的友好情谊 已经建立了坚实的互动与交流的基础 期盼秘书厅长能在台湾边境解封后 尽数带团来花蓮郁游 感受我们花蓮人的热情与友谊 那我们也希望针对云纳国丁 在未来能够在直航 跟台湾就直航的一个部分 能够有更进一步的一个推动 那我们也希望在今年40周年的时候 特别邀请到丁长能够来花蓮 一起来来揭幕我们40周年的一个纪念碑 那我们希望未来我们两个城市 友谊能够长存之外 也能够把观光的实质面推动起来 也把人文的交流面来把它推动起来 在此谢谢这么多好朋友 一起推动姐妹式的一个友谊跟情感 那最后我也要特别感谢 云纳国丁的民众 在我们0206大地震的时候 当时候也发动了非常多的募款活动 那也把相关的一个款项跟物资 捐给我们花蓮县跟花蓮市 让我们有很多的机会 可以来帮助很多的民众 也让更多的民众了解到我们姐妹室 对我们的真诚跟友谊 魏嘉贤表示40周年庆 花蓮市除了制作40周年纪念徽章 及不锈钢纪念碑 盼疫情稳定台湾边境解放后 邀请秘书庭长率团到花蓮 共同主持接牌仪式 秘书庭长也表示 期盼10月能来到花蓮一同主持 希望两世在经贸与交通等 获得更多拓展 为双方开拓观光发展的荣景 记者长帮演 华林士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